一起辦個宿 Yeah 我在不希望一起辦個宿 直播教賣氣勢十足 它是以販售泰金等珠寶起家 在臉書擁有超過十萬粉絲的 夜姓直播主 但是現在卻傳出 賣的部分精品都是假 地上擺滿各式精品包 這些都是夜姓直播主 前年從中國低價進口的仿冒品 再放到臉書上直播拍賣 甚至在民眾詢問真偽時 還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是假的 願意一賠一百 民眾因此下定 沒想到商品到手後 品質竟然粗糙不堪 讓他懷疑這是假貨 直接報警 只不過這賣假貨的行為 也讓人覺得 根本是他的翻版 等一下我們就來拍賣這一台 來 阿珠姆的 義大利的 義大利的 遊艇中的法拉利 等一下這一台一億哦 自稱直播天王的連錢翼 也曾犯下賣假貨的事件 餐配超過三千萬 雖然不起訴 但商譽也毀於一旦 在網路上面 販售假的精品 是會觸犯 商標法 第81條的規定 每一次的販售假商品 都會被除以 三年以下的有機徒刑 而且呢 向消費者 謊稱這是真的贈品 但其實是假的 也會觸犯刑 刑法339條的詐欺罪 新北地間署在29號 將業姓直播主 一詐欺商標法等罪起訴 直播帶貨 雖然可以讓人賺大千 但賣假貨絕對萬萬不可以 現在直播主遭起訴 將加油 此法定奪 記者綜合報導